所有观众最小看的人是黎明 粉丝两家影响力打脸其他三大天王 其实在四大天王里面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就是黎明 在演戏方面 他没有刘德华身上的那种天赋 在跳舞方面又没有郭富城的那种律动 就连他的唱片都没有张学友那么受欢迎 可偏偏有很多知名人士 都认为黎明才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厉害的一个 无论是说起影响力还是说起知名度来说 其他三大天王都远远不及他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黎明在最火的时候 连续五年拿到了精心完美情人钻石奖 因为这个荣誉损害了其他三大天王在歌迷中的形象 所以最后这个奖项不得不被迫取消 在他的颜值巅峰时期 另外的三大天王粉丝数量加起来都不如他一个人多 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菲律宾这样的小城市 都有喜欢黎明的粉丝 在他生日会的时候 这些人甚至会专门跑到香港来为他庆舍 在四大天王的里面能够有此待遇的只有黎明一家 说起他的歌声 很多人都会认为张学友一个人就能够将他按倒在地上 可实际上他拿到的金曲金奖数量和张学友一模一样 刘德华和郭富城虽然也有很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但是他们却一次也没有获得过大奖 最尴尬的一幕就是在2019年1月30日张学友的演唱会之时 有观众在握到张学友手的时候竟然大喊 学友 我爱黎明 我爱黎明 虽然张学友当时不至于此 不过脸上表情却做不得假 即使他们四大天王都已经老去了 可仍然有人记得当年黎明所创造的辉煌 这并不单单是周星石电影里面的一个戏剧 而是真实的发生在了现实生活中 更让人感觉有意思的是 虽然黎明很早就退出了娱乐圈 但是比他晚了许多年 甚至还取了一个网红的郭富城 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他的流量和热度高 如果说其他的三大天王里面 唯一一个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是刘德华 那么黎明的成就也足以直接将刘德华干算 因为他是四大天王中第一个拿到影帝的 无论是其他天王往哪方面发展 黎明所拿到的成就都能够稳稳地压住他们 这可能就是他最厉害的一点 很多网友都认为黎明只是低调 并不是没有名气 在四大天王里面 其实最厉害的一个人就是黎明 也有网友认为黎明在老了以后 热度的确没有其他人高了 这证明明星终究还是需要靠人设的 黎明的影响力只能说从某个方面 比其他人稍微厉害一点 大家认为黎明成就 是不是能够远超三大天王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